又是新一日的開始 讓我帶大家看看我最近的生活是怎樣 一睡醒就當然要摸摸貓 最近天氣涼了 所以牠們都黏著我一起睡 貓奴很開心 作為一個盡責的貓奴 主子吩咐到奴才 當年第一時間去產貓沙拉 你以為起床就可以吃早餐? 喂!主子都沒吃 老闆這麼大膽吃 唉!兩位主子請慢用 之後就輪到我沖一杯補血養顏茶了 這款茶有多種的美肌成分 可以補光明目、抑氣血、安心神 早上喝一杯就最適合了 吃完早餐就準備開工了 你看我一早就已經在拍片了 多勤力 剪一條片不容易的 要坐在電腦面前很久 可以就坐到腰酸背痛 老闆好累呀 剪了幾個小時 是時候沖一杯沉皮泡你喝一下 我最喜歡就是它喝到唇口 還有陣陣的沉皮果香 吃完飯又再服侍一下貓貓 今天的活動就是剪指甲 你看牠們多乖 這麼聰明 請你吃零食 吃了 之後就出門回studio做事了 好像第一次帶大家來我的studio 平時我就在這裡做凍桿的 由處理、食材、製作到包裝 都是自己一手一腳做的 一個人做幾個人的事真是好扯的 所以我就喝一杯強肺補氣的茶 它有薄寒的青黑 還有金銀花的甘甜 調氣馬上順滅 吃完飯就要上戲劇堂了 由於上課要專心 所以我就沒有拍到片給大家看了 忙了全日 終於可以回到家裡休息一下 摸一下貓貓了 好可愛呀 真的 怎麼可以這麼可愛的貓 不睡之前呢 我還會沖一杯可以舒壓凌晨的茶 有助放鬆情緒 那就自然可以睡覺好 Good night 下次見啦 拜拜